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前面在报社也待了快五年 因为报社是每天每天一天的生命 然后我觉得那个速度感跟那个深度感 其实我心里一直觉得说好像就这样就结束了 每天每天就结束 那我觉得书的那个生命是很长的 就是从你前面你在看一本书怎么诞生 到它可以滋润着你 那个生命感是不一样的 到花莲就是因为结婚 然后先生在花莲教书 来了之后觉得生活的时间感又不一样 以前因为我们的经历 整个人的生命是都投注在工作 可是老实说工作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一个向外看 是一个外在的生活世界 到花莲反而让我有一个机会 用比较缓慢的时间感回到一个生活的世界 这一本 我会来这家书店是因为东华大学的顾余君教授的邀请 郭老师那时候希望说我们一起来弄这家书店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向外募书 我们希望在丰田村开一家不一样的书店 这是同一批 我先不用拆 我们在成立家书店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任何经济商的资源 所以这些 所以当时就是也只能就找最便宜的班材 然后有点废物利用的 去把它一块一块盯出来 那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汇集了很多人 对这个地方的想象 对这个地方的爱 对这个地方觉得可以让它发生一些什么好的事情 我们有将近二十个志工在这边排班 然后不同的时间来这里维持这个书店的营运 对 这是一百个好爱 因为这个现在我在想说这有没有办法 我们里面有一个有另外一个空间 就是儿童月本的阅览区 那比较特别的是 别的书店就是都是在卖书 可是我们几乎保留了一半的书是非卖品 常常也会有假日的时候 孩子都全部挤在那一区里面 玩那些绘本的小玩具 很少小孩会天生就觉得阅读是一件好玩有趣的事 他在外面奔跑 他在田间跑来跑去 所以他其实是需要有大人在旁边带着 那我们很希望我们开这样的一间书店 可以扮演那个路径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老师 叫做邱惠英老师 那他每个月都会来帮我们带一次 不同主题的故事阅读活动 有些妈妈带孩子或者是 那大部分都是 国小的孩子在这边画的画作 这个的主题是 蓝色是什么 蓝是海洋 蓝是沾上灰尘的白叶窗 蓝是躺在珊瑚礁上的乐带鱼 蓝是有烟味的夹克 蓝是宇宙镜头的小行星 蓝色是阿凡达 蓝色是天空 是在我心里流淌的沸腾的血液 蓝是天空 是海 是摩天轮 是烟是忧郁 是衣服 是薄荷口味的冰淇淋 是彩色笔中的一个颜色 是寂寞 是孤独 是一个人的时候 是Hooking Master 是蓝莓 是金鱼 是悠悠 是书 是白鱼 是白鱼 是宵